第一次我們告一次 斷說話就告誰 陳啟玉態度超級像 他曾經是民進黨高層 也是曾經時代 擔任過高雄市的副市長 副市長有功高升台延當董座 卻爆出涉嫌台延綠能弊案 兩年虧空高達兩億五千萬元 幾乎虧光顧本 就在22號 台南地檢署大批前景出動 編分32路 搜索住處和營業處 大規模偵辦 23號清晨 針對台延前董座陳啟玉 私下引進斯大民谷 前總經理蘇昆煌 郭姓前副總經理 陳啟玉兒子任職的 鴻輝國際負責人蘇俊仁 等等五人任地涉犯 證券敲一法特別被信罪 公務員登宅布斯坦罪協 向法院申請羈押金件 某國營事業綠能公司 遺設不法案件 但其實早在今年6月 民眾黨就開記者會踢爆 陳啟玉打政府招牌 重光店大撈特郎 利益由我們大賺錢 結果人民要掏錢去補這個電費 這有天理嗎 綠優又權貴被指控 涉嫌左手換右手利益訴訟 檢調發現 台延前董座陳啟玉 2016年接任後 火速成立子公司台延綠能 找來好朋友開發商 紅灰國際朝陽開發 協助在高雄 台南 嘉義 彰化等地方 簽下上百公頃租賃契約 爽賺綠能財 也引進同樣是綠優有名股 盛陽光電 隆景水泥 還成了下包商包銷 高達3億元光電工程 陳啟玉被檢調質疑 安插權貴 確立重電 符報工程款 兒子下游開公司 還在岐山蓋豪宅農舍 弊案一條農 並帶回被告19人 及證人15人 陳啟玉等5人犯罪嫌疑重大 有勾損證人逃亡之餘 遭到地檢署申請擠壓禁件 光電 弊案報不完 現在連國營企業 台延前高層涉嫌掏空子公司 左手換右手口袋賺寶寶 涉案層級恐怕還只是冰山一角 既有在觀賞王書宏台南報導